112年历史的市定古迹台中市役所整修为外经营后 二楼就成了义式餐厅 最近主厨针对夏季以FESTA为核心开发新菜单 以北意大利的料理手法为主 让每道料理都能说出独特的在地故事 炭烤章鱼刷上俄罗斯烧烤酱 再加点醋漬小洋葱 这道料理是意大利常见的家乡菜 另外一道捏捏角也很特别 牛猪碎肉加上香料跟白酒熬煮 包进了土鸡蛋的面皮里 带有北意大利的浓厚风情 里面用我们长时间炖煮的牛肉馅 搭配蛋黄的鸡蛋的面皮下去包装 让它看起来小巧可爱 然后会让人一口一口接着吃 它里面是用肉跟米还有蔬菜下去炖煮 再用绞肉下去炖煮 所以它里面是充满了蔬菜的甜味 牛肉的鲜味 猪肉的油香味 有112年历史的市定古迹台中市医所 整修委外经营之后 二楼成了意识餐厅 而最近餐厅主厨以FESTA为概念 开发了新菜色 以北意大利的料理手法为主 北意主要在讲的是 怎么用融合好的起司 好的奶油再融入在菜里面 同时我们在学着 怎么再把台湾的食材 丰富的海鲜一起融入在这些食材 一起创作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来到这里之后 我们希望说可能透过餐饮 或是像我们艺文空间整体的氛围 我们想要用这样子比较精致餐饮 翻诞的概念 然后让民众他可以进来这个空间的时候 他可以优雅地去感受这栋建筑 然后优雅地用餐 然后来去感受这里面的故事跟氛围 餐厅经营团队强调 每一道菜色都有着北意大利在地的料理故事 以及主厨设计的小巧思 而目前除了晚餐之外 也可以放午餐前100名85折优惠 要让民众在百年历史建筑里 品味料理食材的文化底蕴 这里将台中采放到